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B 大家好 我是Honey 終於回到這個星期就放假了 今天真的好熱好熱 我們上個星期就跟大家分享了 今天星期會好熱 誰知真是好熱 超級超級熱 我們來了英國兩年以來 第一次去到這麼熱 今天的天氣高達成三十幾度 哥哥 我知道你學校的校服呢 是有一件色衣和一件校衣的 穿上去會好熱的 那你怎麼可以 穿著去上學的今天 哦 因為呢 六學校知道呢 接下來這兩天都會好熱 所以學校就特意批准我們 可以穿運動衣上學 如果不是 還要穿著厚厚的校衣上學 都不知道大家會中暑 那學校呢 那學校呢 還說呢 叫我們一定要帶自己的水準化學 那等到呢 可以 學校會有些補給站可以讓大家入水 但是啊 我去到那些補給站 還要排很長很長的隊 等到整個小息完 我都沒入到那支水 我們學校呢 就會告訴堂兒仔 他呢 就 會說 可以放些水在桌子上 給你隨時可以補給水 還有呢 老師就會 說呢 盡量就不要跑步 不過 駝仔其實都不是聽的 所以呢 在中午那時候呢 老師就讓我們在外面玩 他就是讓我們在室內 今天星期二呢 我學校就有BBQ的活動 不過 我想呢 這麼熱呢 東西沒拿出去 基本上已經半熟了 我想到時候 大家都沒有心情去燒 大家可能熱到 算了 還是取消了 啊 講到取消 上個星期呢 我記得跟大家說過 我今天星期會有Sport Week 不過學校呢 覺得今天可能會太熱 所以就取消了它 怕大家中暑 還有啊 哥哥 我們有些堂仔 帶了那些小型風扇 這樣可以小聲的時候吹一下 還有些堂仔 帶了一些扇 撥一下自己量一量 我記得你剛才說呢 這裡是三十幾度 不過我個人就覺得 是應該大約四十幾度的 沒錯沒錯 昨天曼城的氣溫呢 最高是達到三十七度 而倫敦的氣溫 竟然今天是達到四十一度 而其他歐洲的國家呢 平均的氣溫都超過四十度 葡萄牙某些的地區呢 還超過了四十七度那麼高啊 令到很多地方都有三火 令到消貨員 還要馬不停蹄地去撲火 上個星期 媽媽呢 好辛苦地在超市 找到你適合的泳衣給你 讓你去那天水養會可以玩 不過 我聽說你 好像不太會游泳的喔 那你去到又怎樣 又怎樣可以 在那些廚師裡玩到呢 會不會浸到的 那就不會的 他就會提供一些救生衣 大部分同學在五年級 都應該會怎樣游泳 因為在三年級呢 逢星期四呢 學校就會整個下午來學游泳的 喔 那你好像四年級那時才來 難怪你不懂游泳啦 所以學校有安排這些活動 都是預料你懂得游泳 我們在香港 媽媽還要特地付錢去九龍公園那裡學游泳 這裡課堂又包了 真的好啊 是啊 而且這裡甚至教你們怎麼懂 踩單車 所以這裡基本上包了 大部分你要懂的活動 那那天你在小餐會 有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些陀螺仔呢 見到水就好興奮 好似想就快跳下去 我還被陀螺仔呢 因為太過興奮 還掉了下去 其實這些水都乾淨 還有都有點深 甚至呢 有些鴨呢 都在這裡跟我們一起游泳 那麼開心啊 有沒有些鴨呢 以為你們給東西吃他們 游過來啊 那就沒有的 啊 我們今天星期呢 還去了利亞浦的海灘啊 市隔兩年 我們終於可以感受一下沙灘的感覺 不過那裡不可以游泳啊 是啊 因為周圍都是有泥啊 我甚至見到一個女仔呢 甚至隻腳呢 就在泥那裡拿不到出來 要等一幾分鐘之後 才可以拿到出來啊 是啊 我們還見到大家經常吃的海鮮 是聖子啊 不過 只剩下一個殼 它呢 還有一些牌子碼 我們嘗試畫啊 不過我想 他們一見到 就馬上走了啊 通這麼容易找到聖子嗎 如果找到 那整個沙灘一定有很多人來啊 那個沙灘呢 那些沙灘呢 真的很油 很舒服 不過最慘呢 就是 那些水就不可以游泳 那這個暑假呢 有很多的行程 希望呢 又會再次見到一些沙灘 還有呢 那些沙灘的希望呢 就可以進去游泳的 好啦 我們下個星期去完旅行之後 一定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就到這裡啦 多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然後 各個星期 在奇思